和前边和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工资性截面 有了一个不同的切法 对吧 这第三刀是我沿垂直方向切下去的 好 我看切出来了什么结果 大家看 切出来了这一小块 我把这一小块拿出来看一下 大家注意 里边的这个截面 里边的这个截面 是自由表面 你们同意吧 再说一遍 大家安静 里边的 最里边的 我们看不见的那个截面 就是里边那个看不见的截面 是个自由表面 好不好 好 那么下边我们就看这一小块 它的树立 好了 那么结合了以后 对于我从右边看 结合了这一点 就是右侧的这一小块 这就是我的A星信号 你们同意吧 好 那么大家想啊 我说左边的这个面上 左边的这个截面上 就切的DX 就左边的这一块 也对应的是A星信号 它上面一定有正用力 我说如果我们仍然假定 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平面弯曲 而且弯曲正用力的公式 仍然成立 大家根据这个LM的方向 大家可以知道 整个右侧A星信号的这个截面 硬力是压硬力还是拉硬力啊 大家想 我结合了这一小块 左边那个A星信号的截面上 一定是压硬力 对吧 一定是压硬力 那么呢 压硬力最后合成 一定会形成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就是我现在的FN星信号 行不像 哎 大家注意 这个和咱们上一次课堂上讲的就不一样 上一次给大家讲的那个 那个是上面是受拉力 是这样吧 拉硬力 而这个是受压力 好 这是左侧 我说右侧截面上 把右侧截面上 这A星信号的正用力 也给它合起来 它也可以合成一个轴力 我们说右侧这个截面上的轴力 是FN星号再加上DFN星号 而且我们可以肯定 DFN星号就右侧这个压力 DFN星号的这个增量 FN星号的增量 DFN星号一定是大于零的 一定是往左侧的 你们同意不同意 换言之 FN星号再加上DFN星号 一定比左侧的FN星号要大 你们同意吗 为什么 因为那个弯距 哎 因为右侧的弯距要大 所以右侧的这个这一小块 A星号截面上 它的压应力 比左侧的截面的压应力都大 是这样意思吧 所以右侧合成的压力 一定比左侧要大 哎 所以这个逻辑的链条是很紧的 那么这个小块 肯定有一个想往左边运动的 这个愿望 是这样吧 哎 他想往左边运动 但是他动了没有 没有 是谁给提了一个 谁给平衡掉了 大家想 一定是我第三刀切出来这个截面上 这个掏一片 这个减应力 给它平衡掉了 哎 减应力形成的合力 给它平衡掉了 而且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掏一片 一定是存右 存左 往右边指 大家同意吧 哎 这个东西关系很重要 好 那么下边的事就比较简单 有切音力护等 大家知道 同样是这条棱 但是在侧面的这个面积上 当然一定也得有一个切音力 这个切音力是套 而且都共同指向棱边 根据切音力护等 大家知道 套一定等于套一片 行不行 哎 这个事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说出来是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仔细一想 这个事就不简单了 为什么说是不简单了 你们看 这个套 这个套 在横接面上 在横接面上 而且这个套 是水平方向 你们看是这样吧 好 记住水平方向 记住水平方向 好 再往下看 那么下边 我现在同样是 刚才研究的是上一元 下边我研究下一元 下一元 同样我切第三刀 大家注意 这贴第三刀 这条线在这 我同样切下了一小块 哎 大家注意 我把这一小块拿出来 大家注意 侧面这一块 同样是A星星号 那么大家注意 上面这一小块 和下面这一小块 其实他们分析的思路 是差不多 唯一的不同 它们有什么差别 哎 刚才左边那个上边 A星星号是压应力 而取在下边的时候 A星星号都是拉应力 所以左边是FN星号的拉力 右边是FN星号 加上DFN星号的拉力 而且我们可以肯定 右边的拉力 一定比左边的拉力要大 你们同意吧 好 立即大家知道 这个侧面上 我们刚才接下来的 这个第三刀 切下来的这个界面上 一定是有掏一片的简应力 而且掏一片的简应力 一定是指向左边 才能够有可能 让这些小块平衡 对吧 好 大家再根据千里互动 就知道了 横界面上 一定是有一个套 这个套一定是 往那个方向指 对吧 大家大小相等方向 大小相等方向 都同时离开这个棱面 对吧 好 千里互动 把刚才所有的头像 都组合起来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副板上 是简应力分布 而上边整个的上一元 大家看这个套 都是往左边的 千里分布 而下一元上 简应力套 都是往右边的 这个方向去 简应力的分布 是这意思吗 等我们把所有的 头像组合起来 有趣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界面 把眼睛正对着的看 就看到的是这个头像 是这意思吗 好 那么大家把刚才的 简应力都画上去 你会发觉 上边一元上 简应力是往左走 副板上是往下走 然后下一元是往右走 是这意思吗 是不是 这是我们刚才 根据平衡分析 绝对是这样的结果 有的通常说 这个结果老师 有什么奇妙的地方吗 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吗 有 是过人的地方 它过在哪 大家仔细一看就知道 你们大家看 我家的这个外力 FP FP一定是加在垂直方向 是这意思吧 我外家的载荷里边 有水平力没有 没有水平力 也就是说在这个界面上 有水平的简历没有 总的有水平的简历没有 没有 因为我外家的载荷 没有水平的外力 原则上讲 在这个界面上 不会有水平的简历 跟那个水平的外力去平衡 是这意思吗 所以 这点就非常的奇妙了 我没有水平方向的载荷 竟然在上一元上 出现了水平的简历力 在下一元上也出现了水平的简历力 你们看是这意思吧 但是因为我总的没有加水平的外载荷 这就意味着 这个水平的简历力 和下边水平的简历力 一定不能胡乱分布 大家一定要满足一个什么条件 对了 所以下边的故事 这个弯曲的简历力 一点一点的就这么就出来了 不是这个弯曲中心的概念 一点一点的就这么出来了 大家看 我现在 刚才特别强调 注意 我没有加水平的外力 但是在上一元和下一元上 竟然出现了水平的简历力 大家出现了这两个水平的简历力 必须要满足一个约束 大家看这个约束就知道了 大家一把看的结果 我这有垂直箱下的简历 那么大家想 这个垂直箱下的简历 如果把它都合起来的话 一定会形成垂直箱下的 垂直箱下的简历力 在副板上 一定会带到这个简历力 FQ的主要的部分 是这意思吧 本来是上一元和下一元 大家想也应该有简历力 是这样吧 只不过那个简历力 对FQ的贡献比较小 我们把它忽略掉了 行不行 好 那么副板上的简历力 合成出了FQ 它的作用的地方 就在我的这个副板上 这个大家不会有疑义 好 上一元上是相左的简历力 我把所有相左的简历力 合成起来 就带到一个相左的简历 我用FT来表示 好 那么乡下的这个 这个下边的这个一元上 同样有水平简历力 是相右的 我把相右的水平简历力 合成起来 一定带到一个相右的简历 大家可以想见 上边这个水平的简历 和下边这个水平的简历 怎么样 它一定在相等 为什么 因为我水平面上 我没有外加的载荷 对吧 水平面上没有外加的载荷 所以这两个简历 一定在相等 这就是我们现在 在整个这个界面上 看到的全部的图像 那么这个图像出来以后 我们下边 弯曲中心的概念 一点一点就给提出来了 所以解读清楚这个图 以及对这个图 有深刻的理解 是我们弯曲中心的概念 在逻辑上 能够被提出来的一个 非常要紧的关键的地方 好 为了理解我们这个 弯曲中心概念的提出 我把这个图再画在黑板上 画在黑板上 大家再看一下 而且当我画在黑板上的时候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大家注意我刚才那个 X界面是随便结的 行不像 现在我大家想 我把那个X界面 就完全结在这个根上 为什么结在这个根上 大家知道 根上这个横界面 是约数者是不能动的 是这样吧 好 我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切的X界面 干脆就切到这个根上 大家想 根上那个横界面 切掉以后 我把基图扔掉 我往左边看过来 是不是看到的头像 跟这是一样的 明白意思吗 简历和简历历分布的头像 是完全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我把根上的这个界面 画在黑板上 画在这 画在这 大家看看 会发生什么样的 一些奇妙的结果 所以这就是有时候 这个逻辑理性 科学理性是多么的重要 好 那么在根上的这个界面上 仍然是这样 在这个地方 我箱下 合成的是FQ 然后上一元上 形成的是 相左的力FT 下一元上 形成的是 相右的力FT 好 大家注意 我看到的是 根部的这个界面 大家想 根部的这个界面切掉 基图扔掉以后 根部上这些界面 所有分布的这些力 只能去跟谁平衡 跟谁平衡 跟谁平衡 我把根部截开 把右边扔掉 就研究的就是 整个这个结构了 是这样吧 大家想 我根部上的 这一系列的 这些都是内力 这些内力 现在都要跟谁平衡 都要跟FP平衡 是这意思吧 好 下面这个故事就好玩了 我问FP怎么加载 才能够让 我接下来的这一大段 这个结构是平衡的 那么大家先看 这个横界面上有什么 大家想横界面上 有箱下的FQ 那毫无疑问 我这个FP是向上的 大家想 Y方向如果 垂直方向 如果要平衡的话 这个FQ 一定得挡为这个FP 你们没意见吧 但是这是力平衡 除了力平衡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矩平衡 是这意思吧 矩平衡 我们想回顾一下 我们看一下就知道 上面一个相左的力 下面一个相右的力 大家想 这个FT或这个FT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不在同意的这些上 他们俩相同一个力 你们同意吧 他们俩形成的力偶 一定只能用 另外一个力偶去平衡 另外一个力偶 你们猜是谁 给形成的 另外的一个力偶 一定是在这个界面 是乡下的K 另一个是谁 另外一个就是FP 是这样吧 所以是非常美好的 一个结果 一把竟然根据平衡 最后得到了 我们特别想要的结果 弯曲中心的概念 就这样 出来了 那么下边 大家一定记得 我一开始提了一个问题 我说FP到底夹在哪 能够让这个结构 产生平面弯曲 产生平面弯曲的意思 就是不扭转 是这意思吧 是不是啊 大家知道 过去我们一直给大家提的 研究实习界面的时候 一直给大家提的 我们外加的这个载荷F 一定要过行星 而且在左周平面内 是这意思吧 好 现在如果我假设 我让这个FP要过行星 在左周平面内 大家注意 我是根部切过来以后 从右边往左边看过去 看过去以后 大家知道FP就在黑板的里边 那一端的最右端 对不对 好 我假设把FP现在如果加在这个地方 FP如果是加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倒是过行星 而且在左周平面内 在歪住这个平面内 但是你看这个结构平衡不平 不平衡 为什么不平衡 你们看一下 为什么不平衡 大家看FKO在这个地方 FP如果过行星在这个地方 他们俩本身形成了一个利用 一定是沿这个方向转动 你们同意不同意 好 然后上边的FT或下边的FT 也形成了一个利用 他们这个利用也是往这个方向转动 坏了 两个利用大家都在同一个方向 大家马上就想 我从根部结合了以后 这个结果根本不能平衡 马上就要转起来了 是意思吗 为了不转FP 为了不转FP 一定不能加在行星 也一定不能在过行星的主周平面内 你们同意吗 好 那么FP如果不能在行星的话 我就只能动FP了 因为我别的东西不能动 对吧 动FP 你们猜把FP就只能去移动 移动不外科是往左移动 还是往右移动 是这意思吧 你们猜往哪移动 往左 好 往左移动到哪呢 大家想往左我移动到这个地方 你们看行不行 不行 往左好像 哎呦我正好移动了 给副板的这个 这个对称 这个副板的这个轴线 这块它不挺好吗 但是你发觉不行 我移动到这 是能或FQ FQ或FP平衡了 但是上下这个利用还在 是这意思吧 为了平衡上下这个行星的利用 光搁在这个副板上都不行 还必须得往左边移动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是 好 假设我往左边移动 一点一点的去移动啊 最后大家想 最后移动的结果 肯定不是在这个界面上 而是跑到了这个界面的左侧 跑到外头了 最后我一点一点的往左边移动 终于移动到了某一个位置 哎 移动到这以后 我发觉FP搁在这的时候 最起码FP或FQ 形成的这个形成的柳 和上下的FT形成的柳 最后能够平衡了 你们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但是大家一看就坏了 为什么坏了 为什么坏了 对了 这个结果 这个FP真要夹在这 我夹在哪 悬空了 是这样吧 悬空了 是不是啊 但是悬空了 我们就没办法了吗 怎么办 对了 我们总有招 大家想 我可以在端图这个地方 焊一个水平杆 行不想 在端图这个地方 在水平方向过行行 我焊一个水平杆 就这么给它焊接在 整个这个 焊接在这个 这个 大家注意 是里边那个端图上 我画的是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测试图 最后大家都在 都在同一个面对的 实际上大家注意 这个FP是作用在自由端 对吧 作用在自由端 哎 大家想 如果我这焊接一个水平杆 焊到合适的程度 让这个力加在 某一个点 比如这个点是欧的话 大家想 我总能把欧给它取得 如此的合适 使得 让它到这个 副板中心的距离 如果是E 对吧 有了一个偏心距 对吧 偏离了这个轴线 大家想 当我这个E 如果取得比较合适的话 我总能找到一个 合适的欧点 使得 使得怎么样 使得怎么样 哎 使得 大家看到的结果 FT 上下FT 形成的是一个逆时针的利用 而这 向上的FP 和向下的FQ 一定能形成一个顺时针的利用 我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欧点 让两边的这个利用 正好能够互相平衡 你们看同一不对呀 是不是 好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合适的欧点 让接下来这个结构 正好相左的利用 顺时针和逆时针 两个方向的利用 都能够互相平衡的时候 我说 那就是我要找到弯曲中心 大家看清楚 弯曲中心的概念出来了吗 出来了吗 弯曲中心的概念就是这么出来 它是通过一个很长的逻辑过程 一点一点的把它导出来的 那么下边我们就看这个欧点 到底该怎么确定 欧点到底该怎么确定啊 欧点到底该怎么确定啊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FP或FQ FP或FQ 二点是相等的 那么都乘以这个E 这就是他们形成的顺时针的利用 逆时针的利用是多好啊 逆时针的利用一定是FT 再乘以什么 上下如果这个高度 如果是H的话 稍微忽略一下后度的影响 让他们俩如果是相等 大家看 你是不是把这个偏心的这个距离 把弯曲中心到底在哪 用这个方式就定下来了 大家看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所以说这个 不光是我们引出了一个要紧的概念 那个欧点到底在哪 我们是可以很准确的 把它最后盯下来 你们同意吧 同意吗 好 大家注意一件事 弯曲中心这个概念 一把出来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就是当我外加的FP过欧点 以这种方式加载的时候 我这个界面只发生平面弯曲 只发生平面弯曲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它不扭转 是这意思吧 你们大家想 如果我FP现在不是过欧点 而是在平行的就过任何其他一个点 这个界面都会发生扭转 你们同意吧 如果你一不小心最后把利 如果真是夹在了这个位置 夹在了这个位置 你们猜 这个界面最后肯定要扭转 是往哪个方向扭转 你们去想象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 往哪个方向扭转啊 大家注意 这个问题一定要仔细续想 你们就明白 为什么我要往根上那个界面去切 因为根上正对着我们这个界面 是不动的 是这意思吧 所以相对于根上的界面 那当然是 那一图的自由端那个界面要扭转 是这意思吧 往哪个方向扭 在座的同学下去好好去想 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行不想 行不想 行 行 而且你别给我随便说顺时针 逆时针 顺时针 逆时针 看你看的是哪个界面 在哪看 明白这意思吗 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 所以弯曲中心就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概念 当我们的外载和夹载这个点的时候 只发生平面弯曲 整个这个结构 以及端头夹载的界面 都不发生扭转 明白这意思吗 好 那么下周边再回过头来 我们还要说 发生平面弯曲的条件 大家注意 我们前边跟大家讲的都是实心的界面 或者是对称的非常好 像工资性的界面 我们说得那样的界面 如果你要发生平面弯曲 比如说加一个外加的FP的话 大家想 那个载和必须得怎么加啊 一定是在前边的那种情况 一定是过行星 在竹竹平面内 是这意思吗 好 现在如果是一个薄碧的这个曹刚 这边是开口的 我说这个FP必须怎么加 才能发生平面弯曲 大家自己描述一下 首先FP要过哪个点 不能再过行星了 过行星就卸菜了 对吧 过行星就要转了 对吧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是要过弯曲中心 然后呢 它在竹竹平面内吗 或者这么讲 跟行星竹竹的这个竹竹平面平行 行不行 对不对 我FP过弯曲中心 一定要和Y竹和这个竹竹平行 行不行 这就是我这个薄碧开口的时候 要发生平面弯曲的加载条件 行不行 非常要紧的概念 非常要紧的概念 行吗 这是很漫长的一个故事 但是把这个故事 一点点给它引导到位的话 大家看 要用心 要用得多么的深 好 在这儿 大家注意 我这儿讲了三个很要紧的问题 就通过两张卡片 你们大家一定注意 尹老师和大家讲课 一般来讲 不会去面面绝道 技术性的细节 以在座的同学 你们都比我聪明 自己去看上去就行了 行不行 但是要紧的概念和要紧的思想 我一定想带着大家 给理解到尽可能高的境界 行不行 好 那么下面接着看 好了 弯曲中心的概念 我在这儿就给大家提这么多 另外一个复带的概念 是它叫简映里流的概念 大家注意 简映里流啊 大家一看这张图 就知道这个简映里流 就看得出来是怎么回事了 大家看这个横截面 里边简映里的这个走向 大家知道 就好像是一个管道里边 水在管道里边流动 你们看像不像 像不像 像 对 这就是简映里流 所以说下边我就一带而过 就不多说了 好 我们下边把这个故事 讲完了以后 我们还要回过头 再去看一下 公字性的界面 是 这就是跟咱们搞科学研究一样 对吧 科学研究一样 你要不断的去 公字性界面 有时候 为什么说到科学研究 一定要借助我们的科学理性 把一个问题尽可能的影响深入 对吧 影响深入 我回过头来 我再提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把曹性界面 给讲清楚了 回过头来 再看一下公字性的界面 大家注意 公字性界面的来历 它是怎么加工的 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 是吧 即加工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工艺 那么呢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简映里的分析 你们大家都知道 我在画这个图的时候 我们说第三刀 一定是平行与Z度去切的 是这意思吧 但是大家注意 我刚才研究曹刚的时候 就变化了一些 变化了一些切的刀法 是这意思吧 我的刀法是 沿垂直方去切 难道你在上一元 在曹刚里边 能够沿垂直方去切 难道我能够公字性的界面 我就不能往 往垂直方去切吗 我当然能 为什么说我当然能呢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 这个画的这个公字性的图 把曹性截面 其实也搁在这了 我们刚才说 公字性截面 到底是怎么来的 如果在座的同学 发挥上想象力 我可以认为 公字性截面 是两个曹性截面 背靠背 往一块儿一靠 喊这起来 行不行 行不行 行啊 对吧 你曹 有不明白的吗 我说清楚了吧 说清楚了 所以刚才的曹性截面 如果可以那么切 难道我公字性截面 我凭什么就不能在第三刀 我垂直方去切 明白这个意思吗 是不是啊 好 你们猜垂直方一切 最后切出什么了 垂直方切 切出什么了 各位 当我第三刀垂直方去切的时候 你突然发觉 我垂直方去切它了以后 竟然在上议员上 也有水平的减应力 你们看是这样吧 而且水平的减应力 大家去一画就知道了 跟我们这这个曹刚啊 其实是很类似的 如果真正就看 它的水平减应力 水平减应力是这么走的 咱们先把垂直减应力画上去 行吧 垂直方 副板上的减应力 它一定是往这走的 好 然后水平减应力 大家一看 你们猜是怎么走的 大家想象一下 它是这样的 在这儿呢 是大家往中间走 越走越大 然后在这儿 也是往中间走 是两端往中间走 但是靠边缘的地方 切力等于多好 边缘的地方 切力等于多好 边缘的地方 切力等于0 为什么呀 因为左边和右边 都是自由表面 是这样吧 好 那么下边大家想 这千里哗啦哗啦的留下来了 留好以后 到下边怎么办 在下边再分 对吧 谁说在下边 大家看是这样分 在这儿是往左边分 大家看千里留的这个概念 真的是个好概念 如果是这样的 薄壁的结构 而且是开口的 大家想 一看在里边 就像那一个管道似的 我两边往中间流水 合腾起来以后 再往两边分 是这意思吧 是非常美的一个结果 对吧 好了 那么大家看 这张头上 有这个水平千里的 有画的水平千里没有 没有 所以最后 大家画的结果 这儿一定是有水平千里 这个水平千里 如果大家 按照我们前面 一样的路子去分析的话 它应该是这样 大家想 在边缘的地方千里 一定是等于0 是这样吧 越到中间千里越大 基本上是一个 线性分布的结果 基本上是个 线性分布的结果 明白吗 越到中间去切越大 但是大家注意 我画这个头的时候 有一点大家注意 我就画在这就完了 我为什么没有画到中间这个对称中 为什么没有 大家可以想 我如果真要是在第三刀 这样切下来的话 那个data就是这个高度了 是这样吧 是不是 所以我就光画到这个边 光画到这就完了 对不对 光画到这就完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水平的 这个切音率 这个工资性界面 这个上一元和下一元上 这个水平切音率 大家特别需要关注 照样是有切音的流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要紧的水平减音率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这个地方的水平减音率 比我们在这看到的 这一小块的这个垂直减音率 要来的要大 明白意思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工资性界面 这个工资性界面 真要把减音率分析清楚了 还是个挺麻烦的事 好 我说到最后 大家立马好像对工资性界面的梁 是不是理解的 要更深入了一些 是这样吧 是不是 但是下边这句话 你们听了可能会失望 你们才为什么会失望 大家实际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大家前面学了那么多 大家一定要善于 把各方面的知识 都去融会贯通 你们大家一定记住一件事 大家一看就知道 上边这块板和下边这块板 大家在这个地方 正好是有个很尖锐的一个拐弯 是这个意思吧 而且是尺寸在这个地方 一下子发生了一个条约 你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前面讲了一个很要紧的概念 叫什么 应力集中 应力集中 应力集中啊 大家知道 所有在这些拐角的地方 在几何尺寸和形状发生突变的地方 在那些地方 往往都会有很高很高的应力 而且像这样的工资性界面 如果是发生破坏的话 在这个地方发生破坏的几率是极高的 为什么 那个区域因为是这个 刚才说什么来着 啊 应力集中 对吧 哎 应力集中 所以大家可以想见 在这个地方 应力集中带来的影响 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前面的这个分析啊 完全是个理想化的分析 因为真实的 在这个很小的这个区域里边 应力分布基本上不是这样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在这个地方的应力分布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复杂 复杂到用咱们查着理学 根本在这就玩不转 明白这个意思吗 但是没关系 不影响我们在这 从纯理想的角度 对于这个问题进行探索 好不好 好 这是我们关于工资性界面 在这给大家进一步做的扩展 在下边给大家讲一个主题 叫斜温区的应力计算与强度设计 大家注意斜温区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产生斜温区 怎么样加载 能够让一个梁产生斜温区 我现在假设是一个巨性界面的梁 大家注意巨性界面的梁 同样我们简单提醒 然后左端是作为固定的 左端是固定的 右端呢 是受到一个集中的载荷FP 大家注意右端的这个FP 大家注意了 右边这个界面 大家注意是巨性界面 这个巨性界面的正中心 就是我们的行星 然后垂直的Y轴 和这个水平的Z轴 都是对称轴 都是过行星的轴轴 这大家都没意见 是这样吧 好 现在我加的这个载荷FP 是过行星了 是过行星了 如果这个FP过行星 沿着Y轴方向 这个问题简单了 如果是过行星 这个FP沿着Z轴方向 这个问题也简单了 是这意思吧 但是如果现在这个FP加的不当不正 既没有沿着Y轴方向 也没有沿着Z轴方向 而且倾斜了 这一倾斜这个事就来了 一倾斜你就马上发觉 我们前面那些研究 那个平面弯区的结果 在这就不能用那些公式 就不好使了 就不好使了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说它发生了斜弯区 发生了斜弯区 好 也就是说 它不满足我们平面弯区的条件了 对不对 平面弯区要求这个FP过行星 一定要在竹竹方向 或者在这竹竹平面内 现在它没有在竹竹平面内 也没沿竹竹方向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产生斜弯区 大家注意 斜弯区当然比平面弯区要来的复杂了 但是我们搞科学研究 永远有一个思想是特别的有用 就是要把一个复杂的问题 分解成为若干个简单问题的叠加 是这意思吧 所以说大家想我怎么样能够 我们现在知道的手中有的知识 就是平面弯区 那么怎么样把这个斜弯区 给我们平面弯区去挂横钩了 怎么办 大家就别认识了 只需要把FP去进行分解 对吧 FP分解成为一个垂直分量 再分解成为一个水平分量 垂直分量会引起一个平面弯区 水平分量也会引起一个平面弯区 所以说是两个平面弯区 大家想我把两个平面弯区叠加起来 是不是斜弯区我们想要的结果 是这意思吧 就这么简单的思想 所以说大家把思想掌握了 下面是不是就比较简单了 是这样吧 好 下面分析的过程 我就一笔带过 大家很容易 刚才这是一种斜弯区 另外一种斜弯区的情况 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 还是一个矩形界面梁 然后左端还是一个固定端 然后说的载荷 它比较特殊了 这是两个载荷 比如说有FP1或FP2 大家注意 FP2是在端面是过行心 沿着Z柱方向 是行心竹竹 所以FP2本身 如果单独作用的话 引起一个平面弯区没问题 是这意思吧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FPE 大家注意 FPE是在中间的 每一个截面的 对称轴方向去作用 也过行心 大家看 是这样吧 所以大家想 FPE也引起一个平面弯区 是这意思吧 但是FPE的平面弯区 和FPE的平面弯区 是两个不同的平面弯区 所以它也是一个斜弯区 大家只需要把两个不同的平面弯区 给它叠加起来 就是这两个力 共同作用的时候 斜弯区的 我们要求问题的解 是这意思吧 好 那么它的思想 也是很简单 好了 再接着往下搜 下面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光记住 这最要紧的一句话 最核心的思想 是斜弯区 总可以分解成为 两个平面弯区的叠加 行不像 有了这句话 下边的东西就迎刃而解 大家看这个问题 好了 我这就把我们刚才的问题 在这抽象一下 我这有一个悬臂梁 左端是固定支撑 右端是我的自由端 现在在右端加了一个载荷FP 大家注意 FP现在是一个倾斜的方向 跟Y周的倾斜角是α角 跟Y周的倾斜角是α角 下边我们说了 你只需要给它进行分解 分解成为一个垂直的分量 和水平的分量 那么垂直的分量 引起平面弯区 水平的分量 引起另外一个平面弯区 叠加起来就行了 怎么叠加呢 这个事比较简单 我们下边看一下 好 那么垂直方向的分量 和水平的分量 我们都可以通过 这个分解的办法 把它写出来 下边 当然很要紧的 大家想 这个悬比梁 哪是最危险的呀 哪个面是危险的面 大家想 一定是左侧 最左侧根部的面 是最危险的 对吧 所以我一定把根部的面 揭开 好 假设我把根部的面 揭开 拿来 我们看一下 这是把根部的面 揭开以后 把肉右边扔掉 连接在墙上的那个地方 我对着这个墙看过来 看看的结果 行不行 好 那么大家只需要 把我外边加的这个FP 向这个界面 去进行平移 大家马上就知道了 垂直向下的 大家注意水平的分量 水平的分量 向这个界面进行简化 当然带到一个水平的简历 还带到一个玩具 是这次吧 好 带到一个玩具 大家看水平分量 水平分量 像这个界面 带到的玩具 大家看 一把用手艺比划就知道 是沿着Y方的一个分量 你们同意吧 好 那么大家看 沿着Y方的分量 MY 是这边的水平分量 这个FPZ 再乘以这个杆的长度 这是立地 然后这个FPZ 我们刚才说 就是FP 再乘以3α 大家注意乘以R 乘以这个L 这就是MY 如法炮制 大家把这个垂直向下的力 也向这个根部 去进行简化 那么垂直向下的力 FPY 简化的结果 大家一看 向根部就形成了一个玩具MZ 而且MZ的 适量的方向 都标上去了 大家一定注意 在这一般标的时候 除了画一个旋转的箭头以外 再把那个适量的方向 也标出来 我们知道这就是G 是这样吧 这是玩具 好 MZ 大家写出来是 FP乘以R乘以cosα 在下边的结果 有了这些东西以后 我们就可以确定 我们就可以确定 大家注意 MY 是形成了一个平面弯曲 MZ 在根部形成的 也是一个平面弯曲 我们只需要把两个平面弯曲 引起的正能力 都叠加起来 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对不对 思想非常简单 思想非常简单 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那么我们去写这个点的应力 大家注意 我们过去教给了大家一种办法 我们只需要 不是一般性 在第一项线取一个点 在第一项线取一个点 然后我看MY或MZ 都在第一项线 引起的是拉伸应力 还是压应力 我只需要把那应力写出来就行了 行不行 好 我们大家来一块写一下 我们大家来一块写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MY 大家想MY在第一项线 引起的应力 大家手去比划一下 引起的是什么应力 大声点 是什么 压应力 大家看MY引起的结果 在第一项线的这个点 我四个手指都是进去的 应力实量是进去的 所以在第一项线的点 引起的是压应力 大家把它写出来 再比划一下MZ 大家想MZ在第一项线 四个手指都是从里边出来的 所以MZ引起的是拉应力 对吧 所以大家立马就写出 我们想要的结果 这个Sigma 这个A点 这个YZ坐标的这个点 它对应的正应力 一定是 由MY引起的是压应力 所以前面是负号 MZ引起的是拉应力 所以前面是正号 那么写的时候大家注意 MY下边一定是出于IY 对应的坐标一定是Z 是这样吧 而后边这个MZ 下边一定出于IZ 这个地方对应的是Y 好 把我刚才MYMZ带进去 就带到我们最后想要的结果 大家看 这样一来 我把整个根部的横界面上 每一个点的正应力 是不是通过这个式子就确定了 是这一次吧 对不对 对的 一般情况下 当然有了这个结果以后 大家注意 这是根部的这个面 为了看出硬力分布的这个效果 我画一个立体图 好不好 画一个立体图 这还是根部的这个面 这是平面 我这画一个周色图 好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这个正应力分布的表达是 在这个横界面上 大家注意 这是Y主 这是Z主 这是星星 那么这是MZ 这是MY的方向 我们刚才已经写出了这个结果 立即大家有了这个结果以后 大家看这个正应力分布 在掌盖我根部的横界面上 分布的正应力 是不是就完全确定了 是这一次吧 完全确定 完全确定了 但是呢 要把完全确定这个结果 非常好的 就把它解读到位 还是个很要紧的事 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好 下边我想存几个方向 来解读这个结果 我怎么去解读这个结果呢 是这样 大家想 在横界面上的这个正应力的分布 大家一看就知道 它一定是我们选取那个坐标点 Y和Z的函数 而大家一看 它都是Y和Z的一次函数 这就意味着 如果我画一个坐标 画一个坐标 那么这是Y坐标 这是Z坐标 当然垂直方向是X坐标 如果我把垂直方向 就取作这个正应力 Sigma的话 大家想 是不是垂直方向 沿X方向的Sigma 和Y坐标和Z坐标 是不是就张出了一个三位的空间 是这样吧 在这个三位的DKR坐标系下 大家把这个东西画出来以后 它是不是一个平面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Y和Z的一次函数 是这一次吧 硬力分布面是一个平面 这是线性分布 很要紧的一个体现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平面 当然我们就看了 它是一个倾斜的平面 这一把倾斜的平面 我们当然就想问一件事 问一件什么事 我们不是对每一个点的硬力 都感兴趣 我们特别对哪的硬力感兴趣 特别对危险点的硬力感兴趣 对不对 那么第一件事我们就问 危险点到底在哪 对吧 危险点到底在哪 当然确定危险点的办法很多 大家其实一看 这个分布的表达式就知道 Y和Z大概都怎么取缩标的时候 能够把危险点最后找出来 是这样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归纳一下 如果找危险点的话 有几种办法可以去找 两种 干嘛两种 大家一看就知道 如果我还是想找压应力 当然是西哥马上 它越富越好 对吧 越富越好 这个地方 大家看这儿已经有一个负号了 所以说Z座标 只需要取正 取最大的正的 这儿让Y座标 取最大的负的 大家看是不是就找出来了 对不对 如法炮制 这是第一种 看座标 直接就看出来了 我们的第二种 第二种我这么说 你们看行不行 第二种我找中性轴 行不行 中性轴是什么意思 中性轴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中性轴 中性轴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轴上 既没有拉应力 也没有压应力 在这个地方正有点等于零 是这意思吧 所以中性轴如果是个轴的话 在我这个座标系下 一定有一个方程 大家想这个方程 应该是怎么给啊 我只需要让 Sigma怎么样 让Sigma等于零 就得到中性轴的方程 是这意思吧 而让Sigma等于零 大家想Z座标 和Y座标 是一个线性关系 大家立即就知道 是一个直线 而且这个直线 因为右端 左端没有长数项 大家想一定是过远点 过行星的一个 倾斜的直线 是这意思吧 这个倾斜的直线 大家把它写出来 这个倾斜的直线的方程 是能够写定的 对不对 这个倾斜的直线 大家一线就知道 一定是在我这个YZ座标系下 一定是过 大家知道 这是第一向线 一定是过哪两个向线 一定是过一三向线 行不行 一定是过一三向线 的一个倾斜直线 也就是说 中性轴是过一三向线 把这个巨星界面 分成了左上角和右下角 左下角和右上角 两个部分 对吧 好 那么问题就应让而解了 中性轴划定了以后 你们告诉我 最危险的点在哪 最危险的点一定是 中性轴的距离最远的点 大家看 有了这个倾斜的线以后 那么最远的点 这个点是 这个点是 是不是 立即就可以把 危险点的硬力 就可以敲定了 把危险点就搞定了 坐标带进去 危险点的硬力就确定了 是这意思吧 好 这是第二种办法 来确定 看危险点在哪 来怎么样去求 危险点的硬力 我们这还有第三种办法 所以有时候 大家看这个 把一个概念用得好 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了 那么我还看我根部的这个界面 大家别忘了 我们刚才画的这个玩具图 画的这个玩具 大家看 MY是矢量是向下的 这是MY 这矢量是向下的 MZ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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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向右的 对吧 在根部这个界面 这是我的MZ 好 MY MZ现在都已经确定了 那么现在呢 如果是非常直观的 来快速判断一下 哪个点最危险的话 大家看是 先看MY作用的效果 如果不考虑MZ 只有MY 大家想 最大的拉应力是在哪 最大的拉应力 在MY的作用下 是右边的这条边 是最大的拉应力 最大的压应力 是在哪 一定是靠最左边 这条边是最大的压应力 这是MY作用 然后再看一下MZ作用 MZ作用 大家用手去比划一下 最大的拉伸应力在哪 在上面 好 最大的压应力呢 下面 好了 把两个效果去进行跌加 你们就知道 最大的拉应力 现在一定是在哪 最大的一定是 这两个最大的 都是拉伸的正硬力 跌加的地方 是这意思吗 而最大的压应力 一定是在这个地方 是这样吧 中兴州在哪 中兴州大家想 一定是在这个倾斜的方向 对不对 一样是你中兴州 距离最远的点 我刚才讲了几种办法了 对 下去用心去好好体验 好不好 好了 我在这儿给大家讲的 就这个 协文区的这个问题 已经是讲了好几个topic了 对吧 大家仔细看 第一是中兴州的概念 第二是关于危险点 和危险点的最大的 危险的应力 那么这是讲的第二个 下边还想给大家 讲一点题外的东西 这题外的东西啊 如果经常 咱们诗中还不一定去讲 有些书可能就 一带而过就过去了 大家都回归一件事 大家都回归一件事 回归一件事 就是我们过去研究那个 研究平面弯区的时候 里边这一些结论性的东西 在斜弯区和成立不成立 那么呢 把这个东西仔细去搅一搅 大家就把平面弯区和斜弯区 相似的地方 关联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 慢慢就区分开来了 是这意思吧 好 我的问题是这么提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也去练 讲这四级怎么去提问题 对吧 一定要通过比较的办法去看一下 好 我现在提一个这个问题 我假设没有MY 只有MZ 大家想这已经是一个 平面弯区问题 是这意思吧 好 回归一下平面弯区的结果 我有了MZ以后 我有了MZ以后 一把弯区的结果 大家想同样有一个中性轴 是这样吧 大家知道只有MZ的时候 中性轴在哪啊 只有MZ的时候 中性轴是不是就是我的Z轴 是这意思吧 所以说下边就有一个结论 如果只有MZ的时候 中性轴 Z轴 一定和这个MZ这个矢量 二者是重合的 你们同意不同意 你们猜下边我的问题是什么 对了 斜弯区怎么的 斜弯区怎么了 斜弯区 大家当然就有一个要紧事了 大家想我这儿这个MY 这儿这个MZ 难道我不能形成一个合成的一个M吗 能不能 好 在这个界面上 当然我也形成有一个M 你们猜下边我的问题是什么 正确 我合成的这个M 我同样在这儿也有一个中性轴 也有一个中性轴 那么最后在这个斜弯区里边的这个中性轴 和我合成的这个M之间 还是不是像过去平面弯区那样 平面弯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中性轴一定和你加的这个弯区的 适量二者是重合的 是这意思吧 在同一条轴线上 那么现在我就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猜下边的问题就比较清楚了 我说 这个时候 这个中性轴 如果跟垂直方向的夹角是α的话 这个合成的M 跟这个垂直方向夹角是β的话 你们猜有的问题是什么 下部的问题就非常简单 α和β到底 等不等 对不对 等不等 等不等 等 在这种同学脑子是比我快 对吧 你们年轻 等不等啊各位 等 等 等不等 我塞 这个大家好像都比我 等不等 等不等 你仔细看那个结果 中性轴 只需要让希格玛等于零 是这样吧 一把大家看上它的邪率 对了 你发觉在那里边 那个贪金帝值里边 那个贪金帝α的这个值里边 有一个很要紧的东西 有一个很要紧的东西 对不对 它除了跟FPY和FPZ两个分量有关以外 还跟什么东西有关啊 还跟IY和Z的比例有关 所以你们稍微去一做推导 我就提一个问题 这个根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它发生这种斜弯区的时候 在横界面上 那个合成的弯具和我那个横界面上的中性轴 二者是重合的 也就α和β是相等的 你们猜是在什么条件下 大家立马就知道 IZ如果等于IY的话 二者才可能会重合 你们大家想什么样的情况下 IZ会等于IY 什么样的情况下 IZ会等于IY 大声点 咱们这么讲 就一点从简单到复杂的去说 行不行 圆界面行不行 圆界面行 还有什么 正方向行 正方向行 是吧 正方向可以 还有吗 圆活 还有吗 有两个对称中 你这两个对称中多了去了 大家这个问题一定要好好想想 那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这个问题问一下去的时候 就是涉及到 在什么情况下 IY和IZ相等 是这次吧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还是学问很大的一个问题 要想弄清楚